还有人哭笑不得的 1月40号在江苏昌州 一来自博大摇摇旧 楼到头又浓入了煤气味 这个小朋友写速说题 竟然达成了语问题 妈妈说来我看你咋个解释 这个解释好像也没了什么 再来开一个很有水平的司机 他把车子倒进了 飞机动车车库的入口 结果卡起了 你这个实在表现倒车砸起来 空母二的老师做梦都没有想到吧 这啥呀这啥 有人吗 你们在这里的是吗 这空档 是空档启动 然后把窗户打开 人先出来 窗户架上来 对人出来 在这里 在这里 人出来 人先出来 不然人在车里边闷 慢点慢点慢点 脚能出来吗 那个闷 不然你在车里边容易闷 人先出来 人先出来 小花辣的 当时醉酒的张某觉得来座客的朋友被电梯门夹了 还没有面子就借了酒精串了电梯门四脚 这一汉叠踢被踢踢到齐了 来自使徒枪把叠踢的门围过 直到14分钟过后二人才被救出 明明被夹的是朋友的脚 但是感觉伤的却是张某的脑 你说这个事情奇怪不奇怪 幸好朋友不是被电了一下 要不然他可能要去找变压器报仇 那真的就是纯纯的作死了 几口黄汤下肚 就以为自己是绿巨人了 真正的友谊可不是这样体现 真正的勇猛 也不是无脑莽撞 要不然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所谓人在江湖飘 千万别喝高 喝高就变飘 这人不能教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措施除了严格规定了 中小学生每天的作业内容外 规范还强调 如果学生身体和家庭有特殊的情况 或当天作业影响到学生睡眠 学生或家长 可以向老师申请候补或免坐 在双减政策实施进一学期后 学生的作业情况如何呢 1月5号上午记者进行了走访 这学期以之前相比作业量少得多了 大多数同学们都可以在学校内完成几乎所有的作业 回到家没有多余的负担 我觉得我自己的睡眠情况很好 每天都可以睡到十个小时以上 即使作业量减少 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对待这个作业 所以我觉得质量还不会减少的 而会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多 因为有更多时间来细致地研究这道题了 那睡眠够不够? 基本上9点半就上床了 此外 作业管理规范对作业管理 纳入教研体系 组织专题培训 强化作业统筹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指导和规范 据介绍 目前学校都会对作业内容进行公示 并通过多种手段 严格控制作业量的同时 也丰富了作业的内容 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 适合 他的作业 另外我们在作业设计上 我们还有 长周期的综合力的作业 有个弹性 就是家长 他可以提出要求 比如说我们规定一个时间段 孩子到8点半 如果还完成不了 那么后面的作业 就可以不用写了 或者说 弹性的 你自己另外再找时间 就是不一定非得第二天交 而在同时发布的考试管理规范中强调 除初中毕业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外 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 严禁组织 幼生小 小生初等考试 严防考试次数过多 难度偏大等现象 郑阿姨说 姐姐没什么文化 不久前 姐姐突然开口向她借钱 数额把她吓了一跳 她叫我借20万给她 借给她 后来她说 过两天我就可以还你 我转过时都可以还你 郑阿姨了解到 姐姐此前认识了一个自称黄总的女人 说是一个养生专家 专门卖保健床 她借钱的目的 就是要加盟公司 卖床赚钱 为证明自己所说不假 曾阿姨的姐姐带着记者来到了 位于都云市一处居民小区 这里也正是那位黄总所经营的养生会馆总部 记者看到 这是用住房改造成的养生会馆 有营业执照 大厅内还有供客人使用的消毒毛巾 几个房间里分别都摆放有两到三张套着罩子的床 其中一个房间里正有一名顾客在体验 你睡完了起来感觉全身很轻松 感觉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舒服 从墙面上的宣传画上 记者看到这种功能特殊的床 名叫必洗礼疗仓 记者在网上查询 发现有同款产品 价格在2000元到6000元左右 当记者提出说要买这款理疗床的时候 黄总表示更希望记者能加盟进来 这时一位自称已经成功赚了十几万的王姓女子 出现在了店内 看到记者很感兴趣 毛毛说只需要掏五万六的加盟费 公司立即就会送两张床 依靠这两张床 很快就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意了 五万六它是不是送我两张能量场 这两张能量场你就可以 可以跟我们一起坐 或者是你觉得你有电 就放在你店里坐 其他的人来看来来来体验这能量场 他觉得有效果 或者是喜欢坐 他问你怎么加盟 他一样的和公司 跟公司对接 加盟跟公司加盟 那么公司就是你 你就是这个辅导员吗 就是他的辅导员老师 公司就讲你两万多 王某告诉记者 公司的奖励机制非常诱人 每发展一个加盟商 都会有钱进账 这样的营销模式是否涉嫌传销呢 记者随后将情况反映给了都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 他们将立即进行核查 防范电信诈骗 陌生的网络链接 一定不要轻易的点击 最近上海就有一位老人 因为听信了包裹丢失给双倍退款 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 险些被骗走所有存款 对方发来的 感谢观看